包容红业好习惯,就为我开戏。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油话好说,我是叶明兰,在去年的四月台铁发生死伤惨重的太鲁阁事故,而当时的罹难者家属过去这段时间持续的呼吁政府要落实台铁的安全改革,就在今天下午呢,家属和行政院长苏贞昌见面,双方会后呢,家属表示苏贞昌院长 在商谈的过程中,已经承诺了会进行改革,但是时间表并没有订出来,而在去年的四月之后呢,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请辞下台,接任的部长王国才他承诺三年内要进行台铁的公司化的改革,但是面对这样的转型,其实台铁的内部员工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目前看到相关的规划呢,是认为有很大的疑虑,因此不排除在三月 一月份的时候呢,数千位的员工要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们看到了台铁这个百年的老店喔,他在改革的路呢,其实谈了非常的久,那么这一次会真的进行改革吗?所谓的公司化民营化车路分离,台湾的台铁的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另外呢,政治会是改革之路最大的阻碍吗? 今天节目我们持续的来关注,为您介绍四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前台铁驾驶协会理事长舒瑞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继续欢迎台湾铁路产业工会秘书长魏玉玲 大家好 是,也要欢迎消极会交通组召集人李克聪 大家好 继续欢迎的是泰鲁阁号领导者家属委任律师陈梦秀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们首先就要来看到今天下午呢,在刚刚呢,其实呢,离难者家属和苏院长才进行完会面 双方也有各自出来表示呢,这场会面呢,其实苏院长有做了一些改革的承诺 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来看下面的VCR 手里或者白结梗藏不住对亲人的思念 泰鲁阁号出轨事故,多名离难者家属10号来到行政院和院长苏贞昌面对面对话 在这10个月跟台铁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至爱难心 很多事情都无法推动 很谢谢今天苏院长愿意聆听我们的心声 让我们提出的诉求才能有一点点的前进 不只早上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到场听取意见 只见台铁大小时不断 家属们关心的台铁改革进度却迟迟不见转型 院长有肯定这些诉求 但是对于承诺部分,我们还是听不到明确的一个方向 拜年台铁看在家属眼里制度降化 提出组织改造公开改革提升等四大诉求 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谈后 虽然苏院长允诺改革 但家属表示正院人未给出明确时间表 只有说在持续沟通 像领难者家属致歉 孙昌承诺会跟家属站在同一阵线 誓言推动百年老定改革 但台铁改革讲了多年 成效如何各界持续关注 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律师 在这场的会面当中 到底苏院长他所做出的一个改革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的诚意吗 是 我想先说明一下 其实家属今天每一位都拿着这个 白色捷梗走进了行政院 为什么我们其实带了四十九条 四十九捷梗走进行政院 因为捷梗他其实代表是无尽的案 我们每个家属都带着他们的家属 罹难者来到了现场 然后我们不要遗忘他们 台湾社会也不能遗忘他们 他们每一个的生命 其实都应该要写在 无论是台铁历史上面 或是台铁的铁路史上面 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其实家属会今天跟院长来见面 其实这是我想从去年四月二号事故发生之后 这一度家属一直感受到的是台铁的问题 以及是说政府各种没有诚信的状况 包含无论是跟台铁和解的部分 又或者是跟交通部来对谈有关于是台铁的议题 都一再的感受到就是没有诚信 也就是一个信用破产的状况 那可是家属所期望的就是这样的遗憾 不要再发生任何人身上 他们真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站出来 所谓的我们四项诉求 都是在诉求一件事情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痛苦在别人身上 那包含了我们讲的是 一个是保留现场车厢 在事故现场以及教育中心 这就是要让所有台铁员工警惕这件事情 这家属想了很久 不要立碑 不要立什么这样子的纪念性的东西 要做 就要做一件事情 是让台铁员工有感觉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诉求的是台铁组织的改造 我们始终没有提出来说国营化或者是说民营化这个 因为这个主要的一个权责还是在政府 政府有资源 政府应该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应该要把这个方案好好来处理 所以我们诉求的是台铁组织改造 但是绝对不会是原本的所谓的台铁组织 为什么 家属在这一路十个多月里面 你看跟台铁往来的过程多么辛苦 台铁上上下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好好处理家属 不管是和解的议题 包含了事故发生之初 五月丢给了家属片面的和解书 告诉家属说如果你没有签 六月就不能再签了 然后包括了是说一个肯谈会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要跟家属好好来对谈的事情 处理很多议题 一个肯谈会是家属求来的 一次一次的诉求 所以我们觉得这绝对不会是在原本这个组织 可以让台铁真的变好 那所以一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组织 只是这件事情我们愿意是国家来承担 这件事也必须是国家承担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诉求 那第三个诉求部分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很困难 我们也把过去所有失败的经验 一项一项列出来自己看过 我们知道国家做这件事很困难 那我们就说我们必须成立一个 外部的官方的监督单位 监督机制 那这个监督机制里面要有一定比例的 罹難者家属的代表 不管是用家属本身 又或者是他们信任的专家学者进去 去参与这样的组织 我们一起来监督国家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第三个诉求 那我们最后一个诉求 是有关于我们现在在谈的和解契约的部分 这件事情其实是家属有在今年 我们今年渐渐看到了就是国家有愿意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一月十二跟一月二十六的时候 我们分别跟台铁比较对等的来谈 家属跟台铁之间这个和解契约怎么处理 那我们现在谈到这里 我们其实遇到一个瓶颈 最大的瓶颈应该是两个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和解契约里面纳入当事人 不只是台铁 我们还要纳入交通部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又不是交通部 因为家属最在意的事情 真的不是赔偿 也不是那些条款 他们最在意的是事情不要发生 所以要组织改造 所以他要交通部承诺组织改造进程 是要纳进合约里面的 所以我们当事人要有交通部 那另外一个瓶颈是 现在是赔偿人的部分 我们一再的重申 家属们要更多 但是台铁得要赔更多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泰鲁格事件发生前三年的时候是普庸马事故 普庸马事故的时候 其实死伤死亡人数十八人 赔偿之后赔偿当时就是赔偿一样的金额 那当时国家跟这个社会给了台铁多少资源去做所谓的安全改革 投入大量的金钱跟人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三年之后事情没有更好 派鲁格事故死伤的人数是普庸马的三倍 这样不应该重罚吗 我们的主张就是一次要罚的比一次重 一次要赔的比一次多 台铁会痛他才会赶 那我们也认为台铁应该要去跟这些真正造成这些事故犯错的人 台铁哪一个员工犯错 就应该要去提高球场 不应该重放任何一个犯错的人 这样才回到一个讲诚机制 一个KPI反映了 我怎么样去对待员工这件事情 对 但这几个诉求 其实是我们今天提出来 然后我们也今天再度把书面资料给书院长 那书院长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肯认了我们的诉求 因为我们在事前有提出 那在会谈过程之中 固然没有具体的承诺 所谓没有具体承诺 是不是说哪个部分怎么做 或怎么样 但他的承诺就是说 这些他都是肯定的 那他也愿意去做 那当然这跟家属的期待 有些落差 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更具体的 不过家属愿意给 就是政府这个信任跟时间 我们希望看到在接下来 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看到看这件事情 政府有什么样的正式的启程 乃至于是说我们的一些进度的部分 对谈的进度 包含了是不是合约里面能够纳入了 就是这个当事人是交通部 乃至于说我们赔偿金额的部分怎么谈 对这个部分是今天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来再看一下 就是泰鲁格眼内的诉求 包括就是刚刚律师讲的说 保留泰鲁格号事故车厢 因为希望陈列在这个事故发生地原址附近 或者是台铁的员工训练中心作为警示 台铁员工的安全教育 那么政府应该公开台铁组织改革的旗程跟规划 第三个成立台铁组织改革的外部监督团体 第四个台铁英语家属对等协商 共同拟定和解方案 所以我想请问李老师 就是说我们在看台铁这个事故 真的是现在已经过了十个月了 那还是非常沉痛的一个记忆 您看到的就是政府在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在提出检讨报告 然后各界 但是各界又看到这同时又大小事故的不断 到底政府他目前台铁内部 他有没有能力来面对这些诉求 还是真的要提高到总统或者院长这样子的层次 我觉得应该分几个层次来谈 我们先看这个本身台铁应该做的部分 就是他必须要去做数据分析 他的所有的事件事故的相关的大数据的分析 必须要进行包括他的发生的地点时间 原因是什么 然后频率是什么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分析 他跟人车路跟制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台铁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人的部分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人力不足 士气低落 我们这样讲 因为台铁现在看不到愿景 因为改革又迫切 我相信每个员工的感觉都应该都是不好 所以我的建议 所以如果说我们进行大数据的分析 那我在台铁的安全管理委员会也做过这样子的建议 结果他的营业安全处的目前的回答是 他没有这样子的人力跟人才的专业 来进行这样子的大数据的分析 所以如果台铁本身因为限于他的人力跟专业 没有办法进行这方面的分析的话 我们必须要委外 找一个非常专业的顾问公司 像刚刚的诉求 我们为什么如果台铁本身的改革力量 目前不管是他的动力不足或者是能力有限 我们就要寻求外辅的一些协助 专业的协助 甚至有监督 看他的整个分析的过程跟改革的过程 有没有去做落实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做问题平息 这个问题平息 你看我刚刚就讲过 他的人的部分是关键的因素 目前看起来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我相信台铁的所有的员工跟 这个高级的主管都知道应该要做改革 可是如果改革动力不足的话 他就会延宕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 他是百年的台铁 这个历史这么悠久 他所有的以前的负担 他的尽到的责任 遭遇到的问题 还有新旧员工的界面 然后这样子的人的部分的话 包括他人力不足 轻化不接 他做了很多教育训练 我们在我们的要求之下 但是那个教育训练 没有办法发挥的功能 现在看起来问题是这样 然后最主要就是他的定位不明 如果在改革迫切 员工世纪低落的情况下 他怎么去完整的去执行他的SOP 然后车的部分 我们都看到 现在我们又有新的这样子的车种 车种是非常复杂多元的 新旧车辆的调度跟维修的问题 反而会一直加深 衍生新的问题出来 比如说旧的问题 还没有去做改善之前 新的问题就开始堆积起来 那轨道的相关设备的太久换星 假设我们把很多的预算都去买车 那轨道相关设备的太久换星 电车线轨道相关的设备 他的太久换星的优先顺序 可不可以去做非常完整的执行 另外制度的部分 我们经过这个三年的痛苦的经验 我们做了很多SOP的内容 跟他的程序的管理 可是如果人是关键的因素 他的SOP的执行的能力 执行的落实度 所以产生新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施工的情况 我们现在台铁最大的困难就是一直在施工 不断的施工 很多地方都在施工 边坡等等这些 如果我们边施工边营运 本来的风险就是高的 现在风险就更提高 我相信这样的话 整个台铁员工的负荷也会 一直不断的加重 所以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改善的对策 假设我们把刚刚的问题都做这样子分析 我们第一个改善的对策 首先我们的改革应该一定要由下而上 我们要让员工参与 看看他每一个部门 每个员工在执行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问题 把它厘清 然后把它分类 把它去做一个更系统化的分析 那我刚才提过 外部专业必须要协助 直接协助 因为如果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的话 外力就要介入进来 然后如果改革的时程 然后程序都定了 我们外部的监督的力量也要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确定位 因为我们最近 我强调这个交通部一直谈我们的环岛的高铁 那我们如果高铁都延伸到东部去的话 我们台铁的愿景是什么 那如果台铁都一直不断的去做区间车 然后在成绩客运部分 不断的消失它的这个竞争的这样子的力量 那员工的士气看不到愿景 他们也帮去做提升 然后我们改善执行的优先顺序 我们必须要编列足够的预算 把它的priority 优先顺序把它定出来 而不是买车 然后又有新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的改革初期跟施工的期间 我们是不是要缩小营运的规模 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又有新的车种 不断的营运 不断的维修路运产生了 规模不断的扩大 我觉得那个问题会更严重 那最后呢 大家提到这个组织改革 我特别要去提醒一下 我们就设想一下 假设我们组织改革利用公司化 我们那些交通部一直谈到的成功的经验 我们跟他们的相同处 不同处在哪里 然后有没有新的不同的问题 那公司化能不能改善 我刚才所提到那些问题 那如果公司化改善的问题 有哪些会不会以后会衍生新的问题 这都把它讲清楚 我相信台铁的员工 在沟通之下把问题讲清楚 他的改善的程序也都讲清楚 我相信未来的组织改革会看到希望 是 其实呢 这段时间呢 政府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台铁呢 持续的在进行内部的改革 也做了很多事情 那不过呢 企业工会呢 在这两天也出面表示说 其实对于这个公司化的转型 其实内部是非常大的疑虑 那也说了 如果说呢 沟通不成呢 不排除三月就走上街头 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工会的诉求 列车进站 旅客上车 搭火车是民众日常 但台铁事故频川 多次造成重大伤亡 台铁改革成为交通部施政重点之一 和了多年的台铁公司化 立平在后年上路 八号部长王国才 还与台铁中部员工座谈 但是不少同仁依然抱有疑虑 你整个在路不处理的话 你要提公司化 你让台铁员工 蛮有可能信任感啊 台铁公司化 引发台铁企业工会不满 强调不是反对改革 但不能理解公司化的目的 而受到疫情搅局 原本二月二十三号 要到交通部抗议 由于各地报名参与员工 高达三千七百多人 考量二级警戒有集会人数限制 工会宣布包围交通部的行动 将延到三月 如果交通部仍未提出晚膳配套 不排除会展开罢工 他们总担心说公司化之后 第一个对台铁 他们心爱的台铁发展会受限 第一个对台铁工作团队利益会受损 但事实上这些都经过多次会议 然后有严密的一个规划 有一些配套 另一方面去年发生的台铁 太鲁隔号事故 死伤惨重 拟难者家属期盼台铁能落实改革 以防悲剧一再发生 在沟通十个多月 终于与行政院长苏贞昌约定好 在十号会面 家属这边主要的几点诉求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台铁组织改造 对因为一个僵化的组织 一个就是他已经没有活络 生命力的组织 其实他是不可能改变的 不断诉求组织改造 也呼吁台铁公开改革集成 并建立外部监督机制 还要保留事故车厢作为市井 不要让改革原地踏步 沦为口号 必须下定决心 落实执行 记者传询谢正琳台北报道 家属跟苏院长的见面 是在今天下午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工会对于台铁改革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企业工会理事长是表示说 不是反对改革 是无法理解公司化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然后说交通部一再拿台铁 跟中华邮政等公司比较 其实并不公平 因为台铁的债务无法清零 土地资产没有办法留下 员工对未来就没有希望 那么交通部长王国才所称的 高福利是空口说白话 另外台铁局长杜威 跟局内公司化的相关业务主管 希望不要私相授受 禁止破坏劳资关系 不然会造成重大的劳资冲突 甚至罢工 而铁路产业工业理事长则是说了 如果想要大破大力 就要慢慢改善 乘科难解的问题 交通部要必须有胆势 做出停驶减班降速 减少台铁的路线负担 才能强化施工 跟各种外包作业的安全 不过有一个优先前提 就是要学会跟民意代表说不 甚至敢于公开施压的名代 让全民来检视 孰是孰非 但是台铁跟交通部长官做得到吗 那请问一下秘書长 就说其实台铁是民众 非常亲近的一个交通单位 那这个相关的服务人员 也非常的亲近 但是面对于每一次发生大小事故 其实那个内部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大家也希望台铁越来越好 那目前对于公司化或民营化 或者是转型 内部的看法是集两极吗 其实先说 刚刚的那个新闻片段 访问的主要是企业共会 那我们产业共会的话下105年成立 那老实说我们这些人 其实是没有经历过20年前 就是那时候民营党政府执政 他就有提到说 他要做公司化的部分 接着要民营化 那时候其实一开始 过去在讲公司化的时候 他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他要做的是组织检并 就是要将他运工机电 还有机检检测等等都分断 那现在已经做到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人力精检的部分 他们希望从过去的两万三千多人 然后一直往内减少减少减少到一万三 那其实在我们可以从2003年 那时候到现在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过去这段期间 台铁好像虽然说当时没有成功的 就是可能公司化或是民营化 那但是在这段期间里面 实际上他想要达成公司化的 人力精检 还有在组织检并的部分的效果都达到了 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这些新进的员工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说 他在这些人力减少进来之后 刚刚教师学者 刚刚老师有提到很多包含说 我们在教育训练上 或者是说我们在路线使用上 还有设备的部分 其实有这些问题都还是持续的在发生 那对我们来说 第一线的人员就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闻的画面 其实从去年发生事故以来 我们产工也制作了像这样子的文宣 那我们其实从事故发生一开始 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的是 就像刚刚家属提到的 就是我们要注重的是 如何让事故不要再发生 那去年其实老实说就是三四年前的普悠玛事故 然后到去年其实一月潮州的事故 二月海端的事故 到四月的泰鲁格事故 每一个死去的都是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 那这个不只是我们搭乘旅客 搭乘的旅客 同时也包含了我们在铁路从业的员工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认为很简单 今天事故发生了之后 就如同家属说的 我们希望这个事故不要再发生 那应该要来检视这些安全问题 那产工也在事发之后 其实我们也上 在四月中的时候 去年的四月中 其实就有在工厅会上提出来 产工的这几个诉求 包含说教育设备 教育训练的标准化 因为大家很多人会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高铁或者是捷运 好像事故的部分都没有像台铁发生的这么严重 对 那我们员工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对啊 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新进来训练 我们的训练期不够 或者是我该要训练的时间 你没有让我足够的时间去训练 因为我铁路就是要运作 每天就是要开车就是要卖票 所以我的人力不足导致说 我的教育训练上面也备受挤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一月的潮州的事故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还没有受训完成的人 他就去做了 不是他平常不熟悉的工作 导致了就是员工的死伤嘛 对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会希望说 在设备的部分要改善 比如说老师刚才提到 国家不能够说发生事故之后 比如说普悠玛事故之后 我好不容易才终于要补人 我泰鲁格事故后 好我已经说好要买车 那这些车子能力进来之后 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是你有没有认真要去解决 就是你车子进来等等的这些问题 以及好 那实际上发生事故的问题 真的是因为换了车就不会发生吗 其实不是啊 还有他背后很多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也提到了 要留住有好的人才 待遇要提升 还有安全管理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很多台铁的高层 或是在营运安全处在开会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情形 都是老师给的建议 但他们就会说 我们没办法做 我们没办法达成 那我们第一线基层员工也会觉得说 那如果连你们都没有办法做 没有办法达成的话 那我们这些从业第一线 每天在火车跟车厢跟车厢之间 在月台上的员工的安全 甚至是我们每天面对 每一个卖出来那张票旅客的安全 我要怎么给他保障 我们受到的都会是 就是来自全台湾各地人的质疑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就是在监理机制 跟基层参与的部分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跟家属 这边其实诉求也都很明确 工会这边也很支持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事故发生了 然后到今年已经快要一年了 我们国家有没有在这些地方 给出具体的承诺 还是说他们讨论的东西 都是别的问题 解决负债 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是工会这边会比较质疑的 是 我想请问一下理事长 就是在看教育训练这一块 从过去到现在差异很大吗 第一个首先 我对这个这次的事故 其实这两次的大事故我都有参与 其实我们真的很沉痛 我们的员工真的很努力 我觉得我们的制度跟政府 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 每一个司机 每一个员工 他到他的职场上 我想他们都是尽心尽力 但是制度害了 就像我们以前的员工 两三万人 现在变做一万三 这么少的人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每一次的车种 都在那边进来 你看看 他们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我们的待遇 都比别人少 而且我们铁路 号称百年大业 他的土地有多少 全部都被给贱卖掉 我们员工都看在眼里面 最好的福利 全部给外面拿掉 出了事情 最大的责难 全部都归在我们的员工 你说我们的司机会好吗 当个大家长 政府 铁路本来就是国有的 他必须要承担 哪有公司化 你做不来了 就骂铁路员工 真的不行了 对人民交代说 我要公司化 开玩笑 铁路举业 百年大业 大家多沉痛 国家就是要承担 大家对铁路 全台湾省的铁路 沿线 每个人都看到铁路 都是信赖铁路 为什么现在会变这样子 以前的铁路 大家怀念的要命 现在铁路你看看 高铁 捷运 全部的目标 全部所有的福利 资源 全部挂在上面 铁路局 穿着旧衣 然后改衣服 政府要负责任 当然我们员工出事情 要承担 如果我们的经验传承 设备上的加强 然后每个人的士气 跟这些邮电 像邮政局 邮局 电信局 你看那个福利差多少 站出去不能看 不能 当然我们出错的人 本来你就是要负担 要承担 国家呢 国家在哪里 什么叫公私化 连我们自己的员工 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公私化 可以这样子吗 你要公私化 你要把我这家公司 给我的员工 你要让我知道 公私化到底是 好跟不好 通通不清楚 所以大家才反对 对我们有保障吗 没有 全部都要苛责 铁路是归政府的 铁路不是我们自己私人机构 政府为什么不把你好的资源 在最好的地段 把铁路好好的整理好 有吗 没有 都对高铁 都对捷运 把最好的地 转给私人 建设 你们有想到我们这些员工吗 从两三万人变成一万三 那个负荷变重的程度 而且没事就是买新车 买新车 买新车 放烟火 我们员工 老的车 原来的车子还没有适应 要适应新的车子 经验的传承没有了 大家都是讨好高层 那高层的人 有没有照顾我们基层 没有 通通没有 工会愿意跟政府对抗吗 不是 他们要的是安定 要安全 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站在那喊口号 我也会喊口号啊 所以我很气愤 这么多人的死伤 我们很心痛 谁愿意 政府要拿出魄力来嘛 你喊了多少年了 喊在那边家属来这边 等了七八个月 再上来 你再给你拿一个成型书 好好好 好什么 连一个对策都出不来 早就拿出来跟你讲 我们的诉求是这样子 结果给你们接下来 没有给你承诺 在民间的话可以吗 一翻两瞪眼嘛 给你很多时间了嘛 政府可以这样子吗 对待铁路员工 对待我们的人民 不可以用这种鸵鸟精神 这样子铁路会崩盘 会闹国际大笑话 所以我在那边很沉痛的真讲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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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 有人民才有政府 不要再呼噜我们 把我们铁路局百年老店 把他给做的风风光光的 我想我们所有的员工愿意拼命 是 我想请问老师 就说其实对民众来讲 跟员工是一样的 我们所想到就是一个安全快乐的回家之路 或者是旅行之路 你借由铁路到各个地点去 但是就是说在台铁他这几年来发生的这个事故 跟相关的设备的出错 内部里面对于这样子的检讨 他的方向难道是错了吗 补足人力是应该一定要做的吗 对 刚刚有 向我同意 人力不足是台铁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他的营运规模 营运的方式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复杂 可是人力有没有补足 专业的部分有没有加强 因为他等于他的营运跟调度 跟维修越来越多元 不同的车种 然后中间你看 我们以前台铁的话 只要负责一般的运输就好了 现在他负责捷运化 驱间车 然后也有普通的一般的 成绩的这样子的一个轨道运输 轨道运输的话 我们也要看 如果要跟高铁竞争的话 他势必要只停大站 增加他的行车速率才可以竞争 可是台铁做不到 因为外部的干涉力量太多了 每个都要求我们希望 任何的新的普悠马号 泰鲁克号都可以停我们这个站 那这么外部干涉的力量 就让慢慢的台铁的专业 就不受到重视了 他本来应该有的营运模式 不断的都被复杂化 那问题就越来越多 可是呢 相对问题如果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复杂 相关的人力跟这个专业 有没有办法去跟上来 我觉得台铁的问题 主要在这一方面 是 或许律师 就是根据你们这几个月来 跟台铁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安全管理 这一项 他的态度是 是是真的非常的谨慎 在处理每一项细节吗 这我真的会 就是想要笑出来 就是说其实讲到了 好我们讲 光回到了太鲁阁事故的发生现场 台铁的员工 怎么跟李逸祥 就是那个包商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4月2号是暂停施工日 李逸祥在当天施工 台铁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 潘塘义是那个监工 就是台铁的员工吗 他在事前就是要 李逸祥做这件事 他跟你想怎么说 你要做你就做 我当作没看到 这是我们看到台铁员工的态度 对待工程的态度 对待禁止施工日的态度 第一线的人员是这样子的 那再来是在这几个月里面 台铁很努力的 好像要说 我在做那个安全改革 所以他跟家属做了两次的简报 每一次 每一次 家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一方面的专业 每一次的简报的内容 都被家属攻击了体无完肤 我们不是专业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评价这些东西 更何况专业的那个漏洞百出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台湾 这件事情是闹到了美国 闹到法国 因为在这次的罹难者家属里面 有美籍当事人 我的当事人就是美籍当事人 又法籍当事人 他们也来听台铁到底怎么说 这个安全改革的 因为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以为台湾是一个进步国家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女儿 二十几岁 拿到奖学金来台湾 这边教英文 是那么优秀的孩子 然后他们觉得 孩子不要去黎巴嫩那种地方 不要去中国 比较危险 但他们没有想到 万万想不到台湾比黎巴嫩还危险 当他们听到了台铁在讲那些安全改革的时候 他们觉得台湾对铁路根本没有专业 也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里面是空洞的内容 你的安全改革 如果你的内容 如果不能之后是很落实在每个环节 然后你的任何的改革内容 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营运 也没有办法回应你的KPI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都是空的 所以家属是非常愤怒 在几次的安全改革报告上面 都是愤怒的 甚至会觉得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来诉求的 我们一直看到的是说 这些片面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的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体制上有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认为 有任何一个体制 绝对能带台铁到最好的地方 或者是一切事情都没有 但是如果停留在原点 绝对是更不好的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家属会诉求 组织改造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才是唯一有可能的 对组织改造怎么做 那其实之前在去年发生事情之后 当时的台铁说了 我要改革目标是安全安定跟转型 那认为组织文化是运工积电系统 要横向整合全面检讨施工的安全管理 那但是也觉得要解决亏损 要合理的检讨票价 加速资产活化 盘点人员退休金的负担 然后营运模式 但是没有决定是公司化 要和内外沟通 讨论最适经营的模式 当时总统蔡英文 他表示胎铁总体检改善了一百四十四项 已经完成一百零九项 所以不要怀疑政府改革的决心 苏贞昌院长讲到了 因为安全是无价的 为了确保铁路安全是不计代价 那么在二零二二年 就今年一月定案的政策跟方向 是说新建工程改由铁道局办理 工地AI智能管理 资深主管监督偏乡小站 每年的亏损单约十一亿 政府负担 就职退休金 每年大概四十八亿 政府负担 然后在安全等相关建设 完成之后再谈票价调整 再修法做企业化的转型 所以就说玉玲 我们再看就是政府高层的承诺 您作为一个基层 工会你们所感受到的 一个改革的细节是什么 其实刚刚就是孟秀律师在提到说 就是台铁在提出那些安全改革的诉求给家属看 大家都真的忍不住笑出来的时候 其实员工也真的是觉得很无奈 就是说刚刚老师有提到最大的问题是忍嘛 对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这些能够把这些很空洞的安全改革提出来的这些高层 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我们都觉得在上面看到的那些安全改革 包含说刚刚提到的AI什么 怎么好像基层很陌生 就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上面 说的东西承诺的东西 其实第一个是低线基层都并没有落实到 或者是我们低线基层要求 反而应该要改的东西 上面也没有听进去 所以为什么老师刚会提到说 其实这个改革应该是要由下往上的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横向联系的问题 老实说在我们去年2月的海端事故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横向联系的问题 所以台铁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就很着急的在事故发生之后 5月就成立了就是协调中心 但是那时候我们工会也有出来 产业工会也出来开记者会询问说 那请问你没有把人要执行的这个SOP的标准 让它是一个跨部门的处理模式 还是停留在大应部门 或者是还有一些可以让大家有同一个 同样维修的一个东西 它有很多种做法都可以执行的时候 那你要如何让我们低线的人 或者是说这些到时候在处理究责的时候 你要如何能够让每一个单位都上紧螺丝 那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 就是说横向联系其实不难 难的事情是 为什么在其他交通业 都有不同部门联系的问题 大家也透过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捷运高铁 他们在制定制度的时候 譬如说海端那样子的事情 其实在捷运或高铁 他们的执行的SOP都不会有台铁这种状况 那为什么换到台铁的做法 他不是痛地私痛的去针对 每一项很像联系的工作标准 我直接把每个单位的人找来 告诉大家说今天发生这个事故 那我们要来做解决 不是坐在办公室的人说 那大概就这样就这样处理了 不是应该要是把各单位的人都找来 告诉他们说这里可能会遇到哪里问题 那你过去怎么处理 或者是过去有哪些事故我们可以看到 老师刚刚说风险要评估要 能够看得出来这些数据背后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台铁解决的方式是说 都是很像联系的问题 我们搞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会负责 但是员工真正关心的是 那小组虽然会负责 可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小股每一个都能够顾到吗 我们不是应该要回来看说 要如何把这个工作的实行标准 或者是SOP制定好 才会让我们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吗 包含说我们可以看到去年4月的 太鲁格事故之后 今年就在1月的时候又有发生了 也是一样是编波的钢轨 就是直接打到我们的在行驶中的列车上 那员工也是会胆战心惊 就今天虽然是没有事故伤亡 那但是如果又刚好打在有人的地方呢 那难道我们还要再因为这些 国家不断的说我有改 我有这些空洞的安全改革方案 那我们就要认同他 这些东西他都有做到 然后就当作没这回事吗 这是员工会认为说 我们不同意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之前在5月的时候 那时候新上任的交通部长王国宅 他说到了组织改革才是安全的根本 他觉得过去都是发现问题不动 所以所有人是疲于奔命 没有办法系统性的改革 台铁公司化历任交通部长碰一下 就不敢碰了也不处理 然后所以呢今后在组织调整过程中 会员工薪资福利不会改变 相关部会外部专家共同参与 逐步规划台铁企业化转型转型 所需相关修法要一次到位 其成设定在三年后实施 那但是呢在二零二一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台铁局的公务处长被撤换了 因为九到十一月 三个月内台铁施工跟营运事故不断 包括大山站的电力设备故障 苏澳新站的转折器故障 然后呢台北松山的电车线故障 不弄大理之间的施工钢轨断裂 砸中的车头 花莲复兴号车厢脱节了 然后呢在当时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承 他讲到了改革时间会加速 交通部对台铁公司化改革持续进行 和内部工会沟通没有卡关 同时也全国巡讲和基层对话 会尽速拟定草案 我想请问一下理事长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事故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台铁好像大小事故不断 然后每次发生就说 我们有检讨 虽然刚刚这个秘书长说 好像没有SOP 可是我们每次看到台铁都提出了很多SOP 然后都说有照SOP走 然后再会精进改革 所以您您看到的状况是 这些事故的发生 到底他的问题是出在哪边 就是人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就是基层员工不够仔细吗 都仔细 但是你人一下说了这么少 然后各方面的设备都进来 真的是忙不过来 所以我们铁路从日本时代这样经营下来 你看哪有大事故 就是人嘛 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跟设备 不是高铁它是单一的那个路线 旁边有民房 旁边有山坡 旁边有河流 天崩地裂什么 我们不是说用机器就可以处理的 以前的巡路的到班工 然后巡号式的人 包括我们的司机的指认互换应答 有两个人在车头上面 互相可以照应 而且经验的传承 现在没有每一个人进来的司机员 身上就一个电脑 或是一个手机 OK了 他就可以了 碰到事情 垮了 他认为给很多的设备给你 但是设备故障怎么办 设备不是人了 生病我会喊 我今天我生病 我不舒服 我可以休息 机器出去好的 中途一挂的时候 诗卷变瞎子 然后每一个主管 他要承受很多的部署 帮他去按部就班的 把他事情完成 再回报回来 现在完全都没有了 哪里没有事故 通通都有事故 就是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怎么办 听天由命 出去自己保平安 就到这个地步了 宁愿去买太多的车子给你 宁愿去买太多的机器给你 监控你 人没有 人心会不会寒 连那个温度都没有了 师徒之间 经验传承没有 所以都是喊口号 要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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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人改个屁 你是要对人 结果呢 你专门这边喊口号 买新车 买新车 满足人民的要求 哇好高兴 你看 我买了这么多新车给你们 我们基层怕死了 这个旧车还不会修到 新车更惨 主管怎么办 主管也是害怕 没有人了 空了 所以我跟你讲 政府限制约率这么高 把人全部都给找出来 给他们工作 干嘛用机器 一个机器管六个人 以前是六个人管一个机器 哪个不出事故 当然是一个机器管六个人 因为机器是死的 他不知道你的状况怎样 就这么简单 把人国早期了 铁路局 我跟你讲 就会恢复到以前的光景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政府还有不断的对外宣称说 他们会加速这个改革的进程 但我们可以看到说 交通部长他所说的 所谓提升的那个改革进程是什么 改革进程是 我召开了很多场说明会 告诉大家说 我要改变我的营运模式 我们大家未来能够获利啊 台铁就会有愿景等等 那但是对我们第一线的员工来说 第一个是他要开说明会的时候 他说他有做到沟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机程员工却被限制参加的人数 就好像家属好不容易求到两场 就是说明会一样 员工也是我想要去不能参加 因为我的车站不能没有人 我维修机器就赶工 就工期就快要到了 我不能够出去 那到现场的都会是谁 都会是可能站长啊 主管等等这些人 那这些回报回来的效果就很像是说 他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在散说正立宣导 告诉大家说 我政府要打算怎么做 拿那些很空洞的 那些安全的管理的诉求 甚至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相信我们 就是我们有盈利 然后有盈余之后 我们就能够改善 你们工会要求的 这些安全的改革 那是对员工来说 就是先不论有没有盈利 盈利或盈余 就是我们遇到事故 最先要改的 不就是这些安全的东西吗 那当我们再提到这些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产工在行政院外也召开了记者会 我们也在普悠玛事故之后 写信给蔡英文总统 那这些东西我们发文要求协商 其实台铁局交通部 并没有给产工任何的机会 更何况是他在这两年 包含从普悠玛事故到现在 他所谓的144项 总体检的改革诉求 所有改革109项 那都改了109项 为什么这两年 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我们工会多希望说 你要做说明会 我们都很欢迎 但是你的说明会 第一个能不能让基层员工 这个能够参加 那第二个部分是 你要跟我优先 跟我说明的沟通的这些内容 难道不是你所谓那些安全改革的那些项目吗 是不是我们员工在执行当中 大家觉得有落差的地方 我们反映第一线的问题给你 因为过去我们反映过无数次 但是这中间的体制 让我们的声音没有办法传到 有能力做改变的人身上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会很好奇说 那这些沟通到底只要给外面看 还是是说你是真心的想要来 从台铁内部由下而上的 来做这些改善 那再回到另外一个点 就会是说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刚刚提到的 从过去的这个公司化的议题 讨论到现在 老实说普悠玛事故之后 台铁某种程度上 有做了一个逆公司化的操作 包含刚刚提到了普悠玛事故之后 在过去一直都是人力精简的状况 简在简 所以发生很多事故 直到发生普悠玛事故之后 我们公会诉求多了两三千人 这些人回来了以后 打负过去运人紧缩的状况 但同时也让我们台铁 也变到了一个状况是 我们内部员工有超过一半 都是年资不到十年的人 那这些人他能不能够在 过去我们的铁路的 这些教育训练的制度 或者是这些训练的体系里面 能够做到像过往一样 严谨的这些内容 我们是要手把手的交 还是说我们真的能够 像刚刚提到的 打破各个职种之间 我们来订定一个最好的 就是执行的这些操作的守则 我们产验工会 其实过去有参与普悠玛事故调查的 的军案会的这个调查会议的 协助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很多他对外宣称有做的事情 我们看新闻也知道 就是他说有说的事情 其实在基层执行起来 好像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就很好奇 我们把基层这些问题反映上去之后 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一昧的讨论到的东西 都会是要把我们的成本外部化 比如说我们为了要财务改善 所以我们只看到 因为我们去说明慧都只听到 说我们要改善财务 改善财务就能改善安全 那对我们来说就会是 那我今天到底是一个公共利益 就是我要让我的安全正面的部分 正面外部性 还是说我要来回到说 就是我要改变我的财务改善 然后变成是说我的成本要外报化 那这个就会是我们员工 一直内心会有的疑问 所以老师您观察到 就说其实确实 政府在谈台铁改革问题 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个负债 是相当庞大的 那也说在现在就有的体制里面 其实要做任何改革都很困难 所以大家想到的方式就是 不是公司化 就是公司化潮民营化 然后也提到说 是不是德国的那种车路分离 好像这样子才能够真正 把台铁的安全问题 来做一个基本的解决 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我觉得首先要台铁要面对 他自己的问题 他的问题如果先分析 厘清之后 我们再来看 目前公司化能够改善 他哪些问题 比如人的问题 专业的问题 公司化之后 我们怎么样来改善 那另外如果你公司化 或者是企业化 公司化甚至将来要民营化 你怎么去做到 你的车路要不要分离 建设的部分 跟营运管理的部分 要不要分离 债务的部分 要怎么样来做承担 这个都要讲清楚 我觉得公司化的话 如果对我们的台铁的员工 这方面去讲得很清楚 我们将来要怎么公司化 然后可以改善哪些问题 但是可能也会衍生新的问题 如果我们参考 不管是中华电信 或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公司化的模式 他的相议之处会在哪里 新的挑战是什么 都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如果面对问题 把我们改善的策略 都讲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才是一个 真正公司化的开始 迈向这个公司化的 可能成功的开始 可是现在政府 都还没有讲清楚 那在安全改革的部分 您看到台铁 他目前走的方向是对的吗 我刚才特别提到 首先你要面对问题 问题是什么 一定要经过一个 完整的数据分析 其实它的事件非常非常多 这个每个月事件 非常非常多 大小事件 如果每个事件都很清楚 按照我刚才讲的 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究竟是人的问题有哪些 车的问题有哪些 轨道的部分有哪些 SOP制度的部分有哪些 然后去做一个 完整的数据分析之后 去厘清 然后对外说明的时候 才会有说服力 不然你如果现在让台铁的 任何一个单位 去说明它的问题的时候 都不具有任何的说服力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去做 完整的数据分析 把它的问题 把它厘清之后 我们再来看它的改善策略 那改善策略都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改善策略的 对应的方式 公司化 究竟可以改善 这些问题的哪些 如果公司化 可以改善大部分的问题 然后把它讲清楚 我相信应该会得到 大家的支持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已经超过十几二十年 那为什么到现在 其实好像我们觉得 这个还是一个 很混沌的一个状况 对 因为我 因为我现在是台铁的 安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我进到这个委员会 的时候 第一个的感触就是 台铁居然没有去做一个 完整的数据分析 那你如果没有做一个 完整的数据分析 你怎么去说明你的问题的 重点在哪里 如果问题的重点 都没有办法说清楚 你改善的策略 一定不清楚 所以它才会有一些 非常自私化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我们的问题 就是因为每次出了问题 找问题 那为什么出了问题 你没有找清楚 它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能不能对症下药 如果不能对症下药 原因是什么 困难是什么 如果需要外部的 专业的协助 我们就引进外力的协助 然后如果真的需要 把组织改革 才可以改善的问题 我们就做组织改革 那个对应关系一清楚之后 策略才会出来 然后才有说服力 大家有共识之后 整个推动才会成功 但是因为刚刚有说到 就是说发生事故 台铁都会说 我有SOP 这些SOP都是严谨的 如果照着这些SOP走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有事故产生吗 没有 我刚刚特别去讲 刚刚也特别启提到台铁的 后来制定的SOP很多 但是SOP可被夸不同的部门 运工机电共同可以去做一个完整的SOP 其实并没有 每个单位都有它的SOP 可是它的integration 它的整合的部分做得不好 那为什么做得不好 就可能就牵涉到说 它的本位主义 运工机电本身就有本位主义 每个单位都制定了自己的SOP 但是如果没有整合的话 任何一个事件发生 都是跟运工机电都有息息相关的界面问题 如果界面的问题没有厘清的话 SOP的执行的能力 这个是大受 就是它的折扣就会非常非常大 然后每次出问题就是 SOP执行的不够完整测试 主要是这样 所以SOP这件事情 在员工的一个基层执行 其实它是有很大的疏漏的 对 其实员工工会最关心的就是安全 它有利物好承关掉文化的问题 它有很大的疏漏的问题 它有很大的疏漏 它有很大的疏漏 传奇的俄罗斯力量 在沃瓦河流域 遇见令人惊叹的景观和物种 沙漠 草原